喂 你今天也就探氣是怎樣 他點子進來都是探氣 呵呵呵呵 這是他的打招式 先喘一口再講話對不對 最近幾天好累的 作息好亂啊 玩什麼 那你們到底在幹嘛 我就問你們到底在幹嘛 在顧小孩啊 蛤 他養了兩隻 兩隻U鳥 哦 U鳥 我還以為你是因為玩minecraft 玩到早上 那他是絕對不可能 那絕對不可能 想說minecraft都玩幾次了 還要玩到早上 到底在想什麼這樣 沒有到早上三點而已 但話也不能這麼說啦 玩minecraft不玩到早上幹嘛啊 還要玩啊 對啊 乾脆不要玩算了 然後沒關係 你們都中風 中一中算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狠哦 不玩到早上就叫人家中風 哈哈哈哈 因為不想想自己是什麼歲數了 都85歲了 也沒有那麼老吧 哈哈哈哈 哦 但今天是真的 真女年齡不知道有沒有 我只睡了兩個小時多 因為今天是那個 就是品橋的運動會 就是阿俊的女兒 啊 去幫她加油 哇 我瘋了 哈哈 瘋了嗎 沒有啦 但就是看一下啊 因為去年 也有 一年也就一次 去年又沒參加 阿翔去參加 不然他 幼稚園都畢業了 都沒去過 啊 怎麼樣 就很還是很傳統耶 就感覺跟我們小時候的東西都差不多 哈哈哈哈 但是我 可是你覺得 蛤 你說 你覺得小朋友真的會想要家長去幫他加油嗎 會喔 很小的小朋友會啊 一定是很小很小的小朋友 哦 我覺得還是會 我說我小時候好期待的耶 我小時候不是很期待 因為我太胖了 沒有辦法逼任何項目 嗯 哈哈哈哈 哦對了 今天是國中考高中的會考耶 欸 國中考高中 大家知道嗎 雖然已經離我們很遙遠了 我國中考高中又不是會考 欸 現在他們到底是怎麼怎麼分班啊 我記得 他們現在高中是不是也有那種社區 就是免試入學的 我的意思就是說 比方說你的戶籍在這邊 然後你的社區高中 就很像社區國中那樣 你以前國中也是 因為你住在那裡 所以你就要讀那一間這樣 我真的不懂耶 就是不太懂 他們現在到底怎樣 好像有私校自己招 還有特色入學 還有免試入學的樣子 特色入學是什麼 就是你是一個很有特色的人 學校覺得你太有特色了 就邀請你進我們學校這樣 我亂講了 特色 謝謝啊 不是嗎 那我的特色 那我的特色應該是我特色吧 哈哈哈哈 哇 學校會因為這個叫你滾吧 哈哈 請您滾蛋 請您離開這裡 我的特色就是特色 好爛 OK那麻煩請你先離開 打羽球那個也算特色 我們那時候叫獨招啊 獨招 可是小月我約了大家要打排球 請問你們有要來嗎 好像要哦 那你敢不敢跟我說一聲記啊記啊 哈哈哈 我們已經考慮一個禮拜了 為什麼 先跟你講本團幾乎都新手啦好不好 因為我怕會有很猛的猛男啊 沒有猛男沒有猛男 沒有猛男你要確定 那天 六探問我說總共有幾個人啊 我跟他說我好像勉勉強強 湊到了七個還八個吧 我說那其實很多欸 白痴連兩隊都沒有欸 對啊 不是啊 可是我看了一下你雖然是 可能沒有排球猛男 但是有體質猛男 就是身體特別好的那種 哪有哪有 有吧 誰誰問你誰 你放心啊小六我沒去啦 現在裡面最強的人 我們裡面現在目前 我跟你講我現在音樂的這一團裡面 最強的人就是我了好嗎 是嗎 對最強的人就是我了 大部分的人都是問說 呃沒有很會打蛋有興趣可以加加嗎 我都會回 可以啊 哇你很強喔 沒關係啊 反正那一天我到時候去 只要有一個人爆扣扣到我身上 我就是直接甩臉的個人 有可能會殺球的人 還有甩臉 只有我或加恩吧 沒關係一開始 一開始 那個一進到場地 我就會跟大家講 嗯這邊的都是新手優這樣子 請大家都這個 第一手優 誰臭臉我們就把他打 打到那個笑出來的位置 哈哈哈哈哈哈 拿球打他打到笑 笑為止這樣 OK 基本上只要你不要閃球 我都能接受 呵呵 我的意思是說 不是那種殺球 殺球閃就算了 我是說那種發球發過來 那邊咿咿咿 的那種 就不准進鍋的球看 咿咿咿 個屁啊 呵呵呵呵 那如果是每一球飛過來 都是我的我的我的 然後又不接的那種的 呃我們會揍他 他揍到他能夠說出你來你來為止 哈哈哈哈哈哈 給你給你 哈哈哈哈 給你給你給你 我們一律就是拿球砸 砸到把事情解決為止 那好像比猛男還可怕 這個場地 呵呵呵 這樣有點狠欸 而且我們好像沒有人會脫球吧 就是我是說很穩定的拖球 所以 既然沒有很穩定拖球的人 就不會有很穩定殺球的人 請大家放心 呵呵呵 我我我我敢蠻有自信說 我應該是台灣最不會拖球的人 以一一其中一個 嗯 嗯 我也不太會 所以沒關係 我敢很有自信的說 我曾經受過舉球訓練 長達四天 喔 欸蠻多了 蠻多了 有四天 可是我 那你知道為什麼他硬要我練那四天嗎 因為我太矮了 對 他不給我跳 呵呵呵呵 我剛剛才要 你的 你這麼矮你就不要去跳了 你就不要跳 為什麼 拖球 拖球不能跳 喔喔喔 他不給你去往前就對了 不是啊 他他就是說 他 對 因為拖 拖球的人 就是 舉給 攻擊手的啊 所以 他的意思就是 你不用想去當攻擊手了 你才舉手了 這樣 你有聽到嗎 月月罵人了 呵呵呵 月月罵什麼 這麼矮 要殺啦 呵呵呵 因為最近很會罵髒話 他很過分欸 這麼狠喔 別這樣 他經過我們都會這樣 哎呀 屁啊 怎麼可能啊 欸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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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 我學壞了 剛剛 剛剛就他躺在我的面前 然後我戳他屁股一下 就這樣 哎呀 哇 學壞了學壞了 我說哎呦 哎呦 我家的貓很兇喔 好險我家現在還是 可愛時期 你你你斷斷了 你說可愛色 可愛的時期 可能 可愛的是... 石崎他明明就說石崎的還要硬要假裝 蛤我聽到的是可愛的石崎 傳給你們看有多可愛 欸他有一隻是會長成黑色的蚊鳥是不是 那一隻是銀紋 黑的那一隻是銀紋 菜銀紋 不是很淫蕩的那個銀紋 是銀色的銀紋 好的謝謝我們都知道 沒有人想到那邊喔 因為聊天室一定會這樣子問 我已經猜到了 他們已經猜到了 你就算這樣講 他們一定還是會說這個英文 好像只有白的跟黑的是原生種 比他的都是配出來的 哇還有紅紋欸好酷喔 還有白線斑紋 山斑加紋 那不是鳥了 為什麼紋鳥看起來真的就很兇啊 因為他們就看起來很不耐煩啊不知道為什麼 對啊他們就是天真長得很不耐煩的鳥欸 對啊 他們真喜歡打架的鳥欸 真的假的 還敢叫文鳥啊 敢叫無鳥吧 為什麼 不然還想要文武雙拳是不是 就你搜尋文鳥然後出現那種 他們嘴巴張開看起來都超兇的 哪會你才兇欸 確實啦 也沒有什麼好否認啊 可是我也覺得 我也覺得鳥很兇啊 因為我覺得鳥飛過來都是想要把我的眼角膜做下來 還沒有咧 那你要給他多多看 可是我覺得那個什麼 欸你們有看到最近IG有那個短影片在翻譯那個什麼姓天翁認巢不認鳥的那個影片嗎 有嗎 他就是反正就是一個姓天翁的媽媽這樣坐在巢裡面 然後他的那個嬰兒摔到摔到巢下面的這樣 他就疊在巢的外面一點點而已 然後他就看著他媽 然後他媽就是完全不屌他 出去就當做不認識了喔 對然後那個那個配音的人就講說 什麼因為他是認巢不認鳥的 所以摔出那個巢他就認不出這隻鳥了 然後那個太扯了吧 然後那隻很小隻的就試著想要爬回去這樣 然後他那個配音就寫說 唉要是我兒子還在的話應該跟你差不多到吧 哈哈哈哈哈哈 各種星期天的配音啊 哈哈哈哈 靠腰啊 最好這樣子 他不要爬回去他不會就把他當自己人了嗎 那他後來那隻小隻的真的有爬回去 爬回去之後他媽媽就又把他坐下來繼續就是保護在身體裡面 超智障 欸對耶 上次開的時候大家都還沒出過 這次大家都回來了 真好 那你們可以分享一下 日本嗎 嗯 好啊 我其實幾乎全部都是分開行動欸 就只是把那個租的那一間當據點 大家回去睡覺 你們總共幾個人 十幾個吧 十一個 十一個 因為小六你沒有比賽嘛對不對 沒有 我出去野了 好齁 他們去比賽那天我跑去球業園 我本來想說比賽那邊一定超熱超臭 結果跑去球業園 更熱更臭 哈哈哈哈 謝謝你喔 謝謝喔 黃金周應該真的真的是超級熱臭 欸黃金周是什麼啊 我知道有這個 可是他是就是我的意思是怎樣是黃金周 我覺得是日本的大放假吧 對啊 有點像春假啦 我們的春假啦 喔 所以他不是說 比如說每 每兩個禮拜就會有一個黃金周 沒有沒有他們好像是 每一年吧 有好幾個節日剛好都在那邊 所以就會 就有廉價這樣子 喔 呀 我就想說一直 常常聽到黃金周黃金周 怎麼那麼好 每一周都有一個黃金周 哪有啊 每一周那是什麼概念啊 你怎麼 政府 每個月會 摸彩這樣子 摸到 這個月有兩周黃金周 謝謝喔 哪有那麼爽啦 你這個 這個案子感覺是 讓小學生當總統才會出現的 哈哈哈哈哈哈 一周放五天這樣 耶 房屎 欸我這次去日本 自己一個人去了好多地方耶 喔 這麼獨立的嗎 我有看你們的仙洞 你們好像都 各自爬爬燥去了很多地方 好強烈耶 對啊 因為我就想體驗一下這個 自己一個人的那種無助的感覺 哈哈哈 感覺滿 就體驗滿新奇的這樣 然後我還被那個 我還被那個導航引到 我以為他給我導航的全部都是那個地鐵的 結果他中途直接叫我去坐公車 哈哈哈哈 然後我在那邊走公車 這個太過分了吧 還好我剛好 剛好到那個地方的時候 公車來了一趟 啊你就真的坐公車了 對啊 你還在日本坐公車喔 酷喔 我還在群組很緊張的說 欸 那個日本的公車 是要上車刷還是 下車刷 還是上車刷一次 下車刷一次 反正都刷就對了 很強耶 很強耶 好屌喔 我沒去過幾次日本 但我每次去日本都是 都是跟著去日本很多次的人 所以基本上我都是 完全跟著他 寵物模式 對寵物模式 你真要我自己去日本搭地鐵 我好像也 我可能就會定居在那裡了 走好幾天之後 那個地鐵差不多看得懂要怎麼搭 你如果要做的話 你還要在裡面的機器再買一張坐票 有一些會這樣子 你那個好像是那個 什麼什麼什麼 什麼 什麼特快車什麼東西 對啊 那時候要去 要回 那個回程的時候去機場 我是自己一個人坐那個 什麼什麼特快車的 然後 我就不知道去哪裡買票 我就直接刷那個西瓜卡進去 然後結果上車之後 那個列車長跑來找我 然後 要補票 我還以為我犯了什麼罪 你是犯罪 犯了 沒買票這個罪 你犯罪了 你這個是醜台灣人的 你要做醜台灣車廂啊 不能做我們這個車 不可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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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亂刷西瓜醉 亂刷西瓜醉 我幹什麼 我們這一節車廂是水里卡 不是西瓜卡 屁啦 你犯罪了 你如果要去日本 然後你是iPhone手機的 真的超級推薦那個西瓜卡 把它綁進去 好玩嗎 好玩啊 我們還有去那個什麼 錢吃錢草 那個什麼神社 那個什麼神社 雷門你沒去吧 蛤 雷門那個 錢草你沒去吧 你去的是那個 那個什麼 哪一個 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神社 你去的是那個草屯 你去的是 明治神宮 明治神宮 對明治神宮 我有去那邊許願 他們說那個只要投 投多少 投5塊錢是不是 5塊錢啊 就結緣啊 5塊錢 我剛好沒領錢 我直接投100塊進去 然後我一次許了20個願 哪個最好是可以這樣算 哪個博友 哪個博友 你好像有點麻煩 你這個人好像有點麻煩 太貪了吧 你都幹嘛不許一個 許一個願 然後讓他有這個 而且你能夠 我覺得你能夠許到20個願 也是了不起耶 你怎麼有這麼多願望 不是嗎 我就拜下去的時候 我就我要金片 我要金片 原來是同一個 那一個願望啊 只是一個願望許人 而且還是我要金片好爛喔 對啊 應該是不會給你啦 我還以為願望裡面 至少會有一個是 for我跟月月的咧 沒有 他就是我要金片 然後乘以20 混蛋 我們去神社可以做的 是太少了 你知道我們這幾個人去神社 一走進去就是先找那個 抽籤桶的那個 然後走著一百抽一百抽一百抽 只會這樣 一百抽不需要吧 不用這樣玩吧 對啊 那個明治神宮沒有那個 他沒有抽什麼 什麼大凶大吉那種 有啊 有抽那個 有抽籤詩的 然後我兩個 我去兩個就明治神宮 跟那個千超市 然後兩邊都有抽籤詩 是 真準 日本的神不得不說 他都已經知道我要幹嘛 他已經聊到你想幹嘛 八毛一趟進來 八毛一趟進來 他們想說這個一定是金片的 這個除了金片 也只能說出一百抽啦 其他都說不出來 我在明治神宮抽的前十四 叫我閉嘴 他說我話太多了 好可憐 我說禍從口出 然後去那個淺草寺 淺草寺我是先去那個 丟零錢然後拜一下 然後我跟他說我要把阿姨 然後去抽籤詩 抽出來他說我太貪心了 八億 八億 八億確實是貪心的點 這真的有點貪心 真的有點貪心 真的有點貪心 不是阿電影裡面就寫 寫說他要求個八億阿 跟他要同款的不過分吧 他搞不好的 他的八億搞不好是幣阿 那也不錯 很爽欸 但是你要是八億台幣阿 那就太多了阿 太貪心了阿 好貪心的人 這些人 這也是好貪心 我還好吧我又很貪心嗎 他比較貪心吧他八億耶 輕便也蠻貪心的 我只是要跟輕便而已耶 輕便的幾率多低 10% 10% 10%那蠻高達的 那還可以 等一下 輕便的期望值 從無到有這樣升上去要多少錢 要不要50% 10% 沒有我現在就是等那個白嫖的阿 那你成功了嗎 得到冤枉了嗎 還沒阿 還沒 還沒 還有10天左右 還有10天才可以 謝謝你喔 然後我們還有 趕到那個寺院的時候 他已經準備要收了 6點的時候他會 裡面都會關燈 會把人趕出去 然後我在 我在丟零錢 要 要許願的時候 不是要拍兩下手嗎 拍兩下手 燈全部關掉阿 變魔術 全動阿 嚇死 嚇死了 這是剛才無意間變了一個魔術是不是 對啊 嚇死了 最後發現不是的時候更糗 心裡的那個感覺更糗了 對 因為一轉頭就看到裡面的人在叫大家出去了 對 臭壁 好糗 他們裡面有很貴的東西耶 寺院裡面 我們看到那一個是多少 5萬嗎 你說客製化那個嗎 對 客製化的一個服 5萬阿 可以幹嘛 他就是一個類似 類似護身服的東西阿 可以 可以你的那個御守拿出來之後 放你喜歡的V 謝謝 那我大創買就可以了 哈哈 那個 沒有沒有他那個 他那個護身服會比較大阿 有點像這個 兩倍大的牛舌餅 你說博的那種 還是扣人 他是一條超長的服 超長的服 他像按黑二的技能板這樣 超大一片這樣 哦 就是你如果在路上抽出來把它整個展開的話 你真的可以喊領域展開的那種長度 哈哈 好大 這兩倍大牛舌餅 What 這牛舌餅要拿牛舌餅來當做 就不能講個幾公分嗎 哈哈 哈哈 誰知道你們的牛舌餅到底多大 就是最近這樣一直看大家出國 雖然我二月才回來而已 但是又一直覺得 他很出去玩喔 他很出去玩喔 但是真的 你們都要跟我去紐約啦 沒有欸 有啦有啦 真的有啦 為什麼你又要去紐約了 真的有 你有要去 因為他去了一次之後就覺得 真的太讚了 大家都要去一次這樣 沒有阿 紐約 我說一定要去 不是大家一定要去阿 是阿王一定要去阿 你們就不 只有阿王 你們去一定又是 那個死戀 哈哈哈哈 不是阿 我去 我去紐約的話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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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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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我解釋 沒有沒有你跟我解釋 你跟我解釋 你知道那邊物價好多貴嗎 你知道一包煙 一包煙台灣賣一百塊 他們要七百嗎 哈哈哈哈 都不說死煙阿 他們都不說 這已經不是死臉了 這已經是個死人了 對 你去那邊就是一個死臉 因為你會斷氣 因為你沒辦法做 好像有點太貴了 哈哈哈哈 好貴喔 那邊一餐 那個我們去的時候演員有一個 他之前的同事 在那邊工作 他說現在紐約平均一餐二十美以內 因為是合理了 所以就是含稅的話 含稅的話你一餐台幣是七百塊 太貴了 而且不是不是吃什麼大餐喔 是真的就是 胡鬚章等級這樣一餐 喔那個真的好貴的 阿網又去是因為 我們是去看 看戲的吧 我想看 但我有點覺得說 欸他們明年日本有欸 還是我去日本看就好了 還可以借那個字幕眼鏡欸 也可以啊 可是日本就是日文的啦 然後不是原來的 對啊 是啦 而且你去 你去紐約就可以看其他的啦 可是我去紐約就只能在那邊 嗨嗨嗨 This one 沒關係啊 我去紐約 你去日本你就可以講日文 你也不行 我會說 すみません あのこれ 一個一個一個 你會說 媽的一樣啦 你會說 すみません This one 哈哈哈哈 一樣啦 那去韓國呢 去韓國會說什麼 去韓國就是會這樣 去韓國就是會這樣 呃 瞧瞧瞧瞧瞧過來你 說你要這個嗎 你就會說 嗨 哈哈哈 還講錯 還是講錯 沒關係啊 我在紐約 對不對 我好像英文很好 但是我在紐約講話也是直障啊 怎麼會 我至今還是不懂為什麼 去那邊之後講話變白癡了 就是平常 你去可以好好說話嗎 啊幹嘛說話 我在說點餐啊什麼的 就是 點餐是沒問題啊 你會像我講 嗨 哈囉 One This one Thank you 你可以不需要 你可以不需要這麼的觀光 觀光腔調嗎 Can I use Apple Pay 也是 Apple Pay也是 BBBBBBOK BBOK 欸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 搞不好他們這邊有些服務生 搞不好還是這種的 我跟你講 說點事 對啊 我突然想到 我去韓國的時候 然後 然後他最後問我要不要紙袋 但他是說英文 但是他的那個bag 實在是講得太 我聽不懂了 所以他就是 什麼什麼 什麼什麼bag 然後我就這樣 蛤 下意識直接說 蛤 蛤 No no thank you thank you 這樣他到最後他跟我講了三次 我還是 Sorry I What 他就拿一個實在起來 然後我說 This one 然後我說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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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thank you 這樣 這麼困難的嗎 但我真的就是 一臉茫然這樣 蛤 蛤 Sorry I don't know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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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thank you 變鼻妹了 變鼻妹了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Don't talk to me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Sorry 好好玩 我感覺就我這個破爛英文能力裡面 最好的已經是聽力了 人家講一串 我大概可以知道他在說什麼 但是我沒有那個詞彙量可以回答他 我就會一直 痾 痾 痾 Sorry 完全可以說你 基本上 基本上 我們都是一模一樣 其實差不多欸 就連你 就連你 就連我 我甚至在紐約說出了內 內 真的是語言中書大會 太折了吧 因為太混亂了 我懂 我懂 太混亂了 一個表情就 就是會有一種 我快 那個嗨已經在嘴巴旁邊了 快要說出來了 然後反射性的想說 不對不對這是日文 趕快想另外一個 內 怎麼搞成這樣 好慘 真的太混亂了 那時候從日本要回來在機場那邊 我有去一趟那個 氣煙所 裡面就只有一個老美 很大一間 裡面只有一個老美 然後他就看到我之後 看起來是想要聊天 然後我聽他講的話 大概是在講說 你也自己一個人來抽煙嗎 他說他那一團十幾個人 但只有他抽煙 所以每次要抽煙都很孤單這樣 然後我聽懂了 但是我不知道回什麼 最後只有 痾 哈哈 哈哈哈哈 確實啦 但是但是這個人 也的確是尬聊啊 你就尬笑啊 怎樣 哈哈 如果如果真的要回話的話 要回什麼 我也一直想不到 就是 就說me too啊 可以回 就是me too 哈哈哈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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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hamburger hamburger 哈哈哈 跟敷衍吧 語言真的好難喔 欸對不起 雖然現在12點了 我剛好滑到FB 然後看到我朋友分享這樣 11年前我剛好辦完大學的畢業展 我那個時候好年輕喔 我要看 我要看 秀一下秀一下 傳過來傳過來傳過來 但是我那個時候就開始有小腹了 我真是從來沒受過 傳過來傳過來傳過來 你看你看 我傳到FB了 我看我看 喔喔喔喔喇叭嘴喔喔喔 傳到哪裡 你才喇叭嘴啦 哇塞 好年輕喔 你還好啦 你那個就是坐下來會有的小腹啊 呵呵呵呵呵呵 哇這是什麼啊 我那個時候辦畢業展 你們那時候學校有規定大家都要剪一樣頭髮喔 沒有 呵呵呵呵呵呵 那那我差不多啊 那我穿 11年 我已經大學畢業11年了 欸11年我們已經認識了啊 欸11年我們已經認識了啊 對啊沒有 對啊 認識了啦 欸對不起 我們是09年 09年的時候認識的呢 0910 我大學畢業才認識你們的啦 沒有啦 09年的時候啦 1212吧 1213啦 1213啦 1213啊現在也24了呀 喔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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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121212 喔1212 靠U啊 欸那我2013 欸喔 欸真的欸 好可怕喔 我們認識好久好可怕喔 哈哈 還好啦 2012才一起開台的啦 2011 一起開台 更早喔 一起開台更早 絕對是更早 2009就一起開台了 2011吧 沒有啦 1011啦 你跟我們的話是10 我跟6309 然後你跟我們是10 因為你是我們第一集的特別來賓 那個時候我是在宿舍開的 所以我還大一還入宿 我們那個時候 我們那個時候 那個那個叫什麼 什麼 TESL是不是 TESL總決賽軟球 TESL是我們第一次見面吧 是我們第一次見面 2012 沒有 沒有 你跟我們認識是2010了 因為 因為是 我就在宿舍的時候啊 喔 對啊 只是見到本人是 欸再過幾年 如果我們這幾年沒聯絡 已經是被你遺忘的年份欸 哈哈哈哈 沒錯沒錯 你已經不記得你高中到底有哪些同學了 欸有啦有啦 我還有留一些那個啊 留一些很久以前的照片在FB啊 有有有 我們2012的時候就有一起出去了 對嘛 對嘛 所以是10年認識 然後12才是第一次見面 好像是好像是 對啊那個時候你還不叫老王呢 唉 是啊 那個時候 你叫做 不要吵欸 哈哈哈哈 欸你們這個是什麼展覽啊 為什麼大家要穿成這樣 喔 就畢業展覽 全部的都要穿這樣 沒錯 蛤那你們展什麼 你們穿得像一群業務欸 很多 很多東西啊 不算因為 你大學的時候 能拿出最正式的服裝 就是白襯衫加黑褲子了吧 不知道 所以是展的內容是什麼 為什麼要穿這麼正式 喔 沒有啊因為我們就是 呃 化妝品化學相關的科系 喔 欸可是那樣子 要出來要工作的行業是誰 是什麼啊 你說我們科系嗎 對啊 蠻多蠻多的啊 就有的人在工 呆在工廠啊 有的人去做行銷啊 有的人就像我一樣去開實況 哈哈哈哈 有啊有 沒有吧 沒有吧 只有你吧 只有你吧 然後也有去前線的啦 就是 啊 你說 哈哈哈哈 你說 你說 在游戶邊界嗎 哈哈 我的意思是說去銷售端的 去銷售端的 欸你有在實況圈 找到你的學弟妹過嗎 有觀眾啦 喔 實況主沒有 因為我們科系就很冷門 欸 實況主很難把 實況主全部都讀文化啊 實況主 屁啦 哈哈 實況主好像真的很多文化的欸 大概有100個實況主都讀文化吧 哪有 我真的想要在partner那個群 丟一個那個問大家 是什麼大學的 然後來統計一下 欸對啊 文化 文化有誰 我只知道有 小熊 還有你啊 那個 真是謝謝你 我都忘記我是文化的 喔 你順便告訴我我叫什麼名字好不好 還有小六啊 大鴨也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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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鴨 畢柯啊 畢柯也是 小梅也是喔 就說小梅也是欸 小梅哪是 小梅哪是文化啊 我要查文化大學實況主 康米紫喵 林福福 都是文化的 他是文化的 大家都文化的喔 文化專出實況主啊 欸 瑞比也是欸 欸 哇靠 有這麼多喔 張家豪也是 誰啊 他寫分組 太 我們文眾同學也叫張家豪啊 太多了吧 阿還有那個啊 奧中啊 奧中啊 奧中不帥啊 不是喔 而且 他也不算實況主啊 阿偉好像也是 文化的啊 你 你知道那隻小狗嗎 不是啦 不是啦 不是那小狗也不叫阿偉 他在找阿偉 他在找阿偉 他不是阿偉好不好 哈哈 說的也是 刺儀湯米都是 這麼多文化的喔 對啊 貝莉莓也是文化喔 對 哇塞 大家真的都是 身積很差喔 喔過分喔 已經不錯了吧 沒有沒有沒有 我代表 我代表文化大學 西域學系第47屆的 代表我們那一屆的 大部分的文化學生 就是考太爛才會去這個學校 哈哈哈哈 謝謝你耶 謝謝你喔 我們就是跟 跟交大差兩點 謝謝你 謝謝你 謝謝我 是誰很小 真的在背景一直在 文化就是 就是 就考 考不上好學校的人 才去念文化啊 同意如文化 你這種說法真的就是 只有當校人 才可以說這種話 我是啊 我是啊 而且我也是 因為是當校人 我才深切的知道 文化真的就是 成績太爛的人 才會去念的學校 謝謝 也還好吧 對啊 沒有到太爛啦 不上不下的那種 沒有沒有沒有 很爛的真的很爛的 你學測幾分 你講出來 學測 五十幾吧 你學測五十幾 屁啦 你屁勒 欸真的假的 學測滿分不是六十嗎 學測滿分是七五 七五 哦七五 七五啦 你五十幾喔 我以為 我以為只有快打 才會有你幾分環節 你學測五十幾 原來是你也有你幾分 你學測五十幾 那我收回我的前言 我記得是五十出頭啊 文化 文化都是一些 考不到好成績的人 才會去念出 我英文十分是只考十分 我學測英文十幾分好不好 那我收 你學測英文十幾分 你假賽啦 我收回前言 我收回前言 我是真的假賽啊 我是假賽長大的啊 我知道 還是你是那種 你是那種就是那種 自信 五十幾幾分 上台大應該沒問題吧 所以志願只有填台大 以及文化大學 然後還是 還是那種 你填的時候這樣 怎麼可能 等到總填法 沒有我學測考完之後上 我本來上長榮啊 我沒去念啊 哦哦哦 你後來考執考執考 然後你文化是執考考到的 對啊 哦哦 幹他念強欸 你是 哇 你是不應該 你是念書沒有 不應該念文化的人 其實我應該是要 四十幾出頭的 但是我英文十幾分 因為我全部都猜對了 哦 我選擇題 我選擇題那個時候 第一大題十五題 我猜對十三題 而且我大概只花了三十秒就寫完 哇操 好的 所以你不應該是文化社服系 你應該是 強運系 你應該是課金系 完全是靠賽的 文化幸福 幸福系 就那個時候 學測成績一出來 然後因為我們班導是教英文的 他直接跑來問我說 你是作弊啊 蛤 為什麼 你十幾分欸 那你很高欸 其實很好嘛 十幾分欸 對啊 對啊你剛剛說 你剛剛說人家跟你講英文 你也可以猜出八成 你根本全部都拍了 哈哈哈哈 好強欸 還是英文 英文用猜的時候才聽得懂 用猜的 還是你其實就是 其實就是語言天才 你自己不知道 不可能 不可能 這絕對不可能 滿是幾分啊 小六說 小六說 沒有那個美國人講英文 我都只聽懂八成啊 按去聽什麼 我去聽他們 解釋美國憲法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